关于印太战略问题 中方始终认为 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违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刻意渲染冲突对抗 加强军事存在 突出军事竞争的战略 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危害世界和平稳定 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策动建立 选择性排他性军事同盟 都不应拉帮结伙搞小圈子 制造集团对立的新冷战 搞你输我赢零和博弈 只会制造更多的分裂对立和乱局 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损害地区国家人民的福祉 把地区国家拖入危险境地 谋求一己私利和单方绝对安全 只会损人损己不得人心 长期以来中美两军始终保持着 包括国防部直通电话在内的多渠道沟通 关于增设对华防务热线问题 我们认为建立热线的目的在于增信事宜 管控危机防止冲突 美方不能一方面声称要增设热线 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强亚太军力部署 频繁开展对华抵近侦察 甚至刻意制造舰机危险接近事件 我们敦促美方言行一致展现诚意 与中方相向而行 加强对话沟通 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